Eason,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啊? 我这边有两个好消息,你们要先听哪一个? 两个都是好消息,选哪一个有意义吗? 没有意义 我选A 你太太只花200块钱就检查出来8个病,赚大了 啊?老公这也能算好消息吗? Eason,你头猫 咦? 说的真对啊 那第二个好消息呢? 我们以你太太的名字命名了三种心急病 啊?三种心急病,牛逼啊 那可不是小母牛练皮刹,牛逼大了 Eason,你看看我太太还有救吗 基本凉了 谁让你乱吃药的,让你一直吃一粒,结果你一直吃三粒 我只是想给病毒一个惊喜 是嘛,病毒繁殖速度加快了三倍 她丈夫惊喜坏了 那我岂不是把它们都绿了 你的想法很有意思 我也实践过 啊? 虽然你们的病滞不好,但是今天你们运气好遇到了我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隐隐于世 妙手回尊玄乎济世的神医 你能治好我太太吗 不能 战治 啊 你们在我这里买棺材可以打八折 好了不开玩笑了 现在必须立即给你太太安排全身手术 太好了医生 但是我们愿意只剩一针局部麻醉针了 那怎么办 放心我自有办法 医生我腿上有病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把麻醉针打我腿上 这样做手术的时候你就跑不掉